被称为是模特界的传奇 有个性的帅气外貌 再加上卓越的幽默感 让他获得了许多的人气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为了儿子欺骗所有人的 车圣员 1970年6月7日出生 高中时他拥有卓越的身高和外貌 从1980年代末期 就以时装模特出道 至今都被称作是模特界的传奇 是位备受认可的顶尖模特 原本只专职在模特活动的他 1990年代开始扩展了领域 在电视剧电影和综艺中都有活动 并打开了知名度 虽然现在有很多模特转战当演员 但当时几乎没有这样的案例 他可以说是第一位成功的 从模特转职演员的人 1997年开始挑战演戏 先是从小配角开始累积演戏经验 因此一开始并没能受到电影界的关注 不过有趣的是 他会受到关注并不是因为戏剧 而是其他方面 而那就是脱口秀 身高高长相又帅气的模特还很会说话 因此很容易引起话题 之后他就成为了人气脱口秀的辅助MC 而他出演的脱口秀也都会造成轰动 凭借自身独特又极致的对谈 让他成功的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脱了在脱口秀活跃的福 人气上涨后也带动了他在戏剧圈的地位 开始演戏两年后才接到电视剧 和情境喜剧主演的邀请 之后他也在电影中担任主角 在戏剧圈非常活跃 但大众对他的认知还是停在 长相帅气的综艺人 电视演员 而他所出演的作品都是指强调外貌 无聊且单调 一看就知道剧情的电视剧 当时也有不少人说他是剿演技演员 而其实他根本没有机会 出演能够展现认真演技的作品 帅气又具有综艺感的他 演艺活动非常忙碌 1999年他出演了电影《世纪末》 透过本片 大家对他的评价开始有所不同 片中他证明了自己不仅仅只有外貌 还同时兼具演技 当时所有的电影评论家 在评论本片时 多一口同声表示 不知道原来车胜源有这样的演技 因此电影界人士也对他完全改观 认为他并不只是单纯的美男演员 他是兼具演技和票房号召力的潜力股 2000年代初期他所出演的喜剧电影 连续创出佳激 他和知名喜剧电影导演合作出好默契 而他原本搞笑演技就不错 因此自然的许多作品都集中在喜剧上 甚至获得了喜剧专门演员的称号 虽然之后他曾想摆脱喜剧演员的形象 尝试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演出 但因为当时的职业风气关系 因此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摆脱喜剧演员的刻板印象 挑战各种作品的途中 2006年上映的电影创下了超惨淡的成绩 这对他的名声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 而在此之后 他所单独主演的电影都没能获得成功 虽然他拥有良好的演技 但却没有挑选作品的眼光 因此也都无法创出大红的作品 不过他饰演的反派作品成绩都还算不错 只是比起全盛时期的成绩还是稍显逊色 但他只是电影方面 电视剧方面他的成绩都算不错 而且最近也搭档金秀贤 出演某一天 改编英国BBC电视剧《司法正义》 讲述围绕着一个女人的杀人事件 而展开两个男人的激烈故事 透过大众的角度 揭露刑事司法制度的内容 有兴趣的粉丝不要错过 从出道起就展现了不错综艺感的他 集中演戏时也会以嘉宾形式出演综艺 而且只要是他出演的综艺 都能获得不错的反应 特别是他经常出演刘再席的综艺 有些人可能觉得 他就是都出演人气MC主持的人气节目 不过其实刘再席的节目 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有人气 他的节目通常都是一开始没人气 渐渐抓到定位和风格后才获得人气 而车身人出演的时期 正是抓到定位之前 只要他出演就会带给观众许多欢笑 可以从《无限挑战》和《刘亏桑》的Blog中看到 他只要碰上刘再席 两人就会摩擦出有趣的化学反应 最近他也出演了玩什么好呢 两人在节目中也制造了不少的笑点 原本只以嘉宾身份出演综艺的他 2015年开始他也在综艺中担任固定出演 而那就是他搭档刘海珍和孙皓俊出演的综艺 《一日三餐》 从刚播出开始到结束 都维持着高收视和话题度 受到非常高度的关注 节目中他还展现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面貌 让大家看到精通料理的大妈角色 因为获得了许多的人气 所以隔年就制作了第二三季 2019年制作了西班牙寄宿家庭 也依旧获得了亮眼成绩 在综艺《一日三餐》中 可以看到他的料理实力 而他其实不单纯是会做菜 他是不需要精良调味和材料 随意放一放就能知道料理出来的味道 料理实力非常好 除了韩式料理之外 在没有烤箱的地方 他也能临时姜噪卤改良 并做出面包 节目中还像是当过料理师一般 把抓来的鱼做成生鱼片 也很擅长处理章鱼、鰻鱼等等海鲜食材 让人看到他非同一般的手艺 而每一季 他也都会利用不同的食材 做出不同的泡菜 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结了婚 22岁时就和大他4岁的女友结婚 而且结婚时 女方还有着一名3岁的儿子 意思就是 他还是高中生时就跟女友生了孩子 而他老婆过去就一直会上传 和模特儿老公的故事 还因此获得不少人气 结婚当时 他还只是在模特儿圈活动 因此大众并不认识他 他获得人气后 大众才知道原来他已经结婚 还有一个儿子 而只要提到此事 他就会表示自己高中时其实很爱玩 不小心就超车了 而结婚10年后 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 他曾和儿子一起出演节目 之后以职业游戏玩家活动的儿子 爆出了社会性的丑闻 让爸爸的名声也跟着受损 先是因为吸食大麻而引起大争议 之后又被爆出 他被指控性暴力 但诉讼后来又撤销 而这些犯罪争议 外界都将矛头指向家长教育失败 因此对他留下了许多恶评 而不管事件是真是假 他都表示身为父亲有一定的道义责任 因此出面道歉 比起儿子闯祸 之后又发生了更大的事件 2014年他老婆的前夫 向他提起了名誉回损的诉讼 表示儿子明明不是他亲生的 却一直装作是亲生父亲 其实他们在结婚之前 老婆就已经有过一段婚姻 儿子也是跟前夫生下的 不过女儿是亲生的没错 嘴过去他说自己爱玩 超车等等发言 不惜用自己的形象来保护 离婚过的老婆 和不是亲生的儿子 明知道说出这些会让自己的形象回损 但他还是做好觉悟 并决心要守护家庭 而他表示 自己是真心将儿子视为亲生 也是真心爱儿子 因此会继续守护儿子 之后不知道是儿子和亲生父亲 如何沟通 最后亲生父亲撤销了告诉 结束了这次争议 在儿子闯祸之后 他不管事件真实与否 就先以父亲身份出面道歉 展现了不放弃儿子的面貌 让人看了都对他待人处事的态度 非常赞赏 之后又爆出了 其实儿子是养子 但他却真心用爱 和不喜用形象守护家庭的事 也让许多人受到感动 至今他都没有引起过重大争议 大众好感度可说是非常好 以上就是这集 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介绍给大家的 拥有多方面才能的 车省员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妞